以色列13频道报道 哈马斯可能释放大约40名被扣押者 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其关押的404名巴勒斯坦囚犯 这是在巴黎会议上达成的草案 塔塔尔 埃及 美国和以色列等都参与了此次谈判 第一阶段停火预计将持续40天 哈马斯方面将释放40名载压人员 而以色列将释放的404名巴勒斯坦囚犯 此外 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还规定将增加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预计在第一阶段结束前 每天援助卡车进入加沙的数量将达到500辆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可能会在大约一周内实现停火 然而 以色列官方表示对谈判时谨慎乐观态度 但差距仍然很大